大家好,Batman 这周末欧洲杯就在德国正式开梯了 德国这边超市也开始了 德国足球队员小人的换购活动 你在德国这边超市里边买东西 给你积分的贴纸 然后你拿这积分贴纸 就能换一个Playmobile 这摩比世界出的德国队队员的小人 这一个小人是5个积分 外加2块9毛9欧元的换购一个 如果单买的话 你也可以在这超市里边买 单卖的话我记得一个价格是5块9毛9 这价格也不便宜 但别的不说 我觉得包装设计还挺像这么回事的 又是Playmobile的50周年纪念 还有球员签名 胡美尔斯签名 上面还有球员简要介绍信息 1988年12月16毫升 1米91,94公斤 还有一张球员照片 这个小人做的 也就仅仅能通过胡美尔斯的胡须 来辨认它的特征了 我之前发了一个动态 听很多同学说 这一套里边很多小人 实际上都没有入选 这一届德国足球队大名单 这小人套装里边还送个球 但这个球并不是这届欧洲杯的比赛用球 你叫什么 阿迪出那个FUSPA LIB 并不是官方用球 看来这套玩具 只取得了运动员的授权 上面就是这个DOTCHER FUSPA BUND 德国足球协会 四颗星 这金标也挺好看的 然后再来看看胡美尔斯这小人 我听同学说 这届胡美尔斯没进大名单 胡美尔斯也是我为数不多 还认识这几个德国足球队队员了 现在很多年轻球员 我真是听都没听说过 Play Mobile小人都是这种圆脸 而且没有下巴 这小人就很难做得很像 胡美尔斯还算可以了 他有这个胡须 所以说还算是能看出来有点特征 要别的小人真的是 估计连他妈妈都认不出来是谁 可动性也是Play Mobile小人一贯的配置 胳膊就是绕着肩 转一下 然后大腿是没有单独的关节的 只有胯部有个转轴 而且最多只能这样90度坐在地上 撒娇 哎呀没进球啊 但是身上印刷还可以 四星德国 背后还有胡美尔斯的名字 和球员号码 顶子上还有一排很小的Deutschland 德国队 印刷也是挺细的 然后是托马斯穆勒 这也是现在德国队队员里边 为数不多我还认识的球员了 你看穆勒的照片 看这笑容也是很不屑的样子 我上学看球那时候穆勒还是小将了 包括那种什么巴拉克 卡恩 克劳泽都还在 现在穆勒居然还没退役 我也比较惊讶 而且这个小人做的 不能说是跟穆勒一模一样吧 简直就是毫无关联 你不说他是穆勒 谁看得出来 我天 队员身体上印刷倒没什么区别 除了这个球员号码不一样 其他的细节都是一样的 然后这是谁 凯哈福茨 哇塞 这球员我也没听说过 99年出生了 我天哪 好年轻啊 不是你看这照片 跟这小人 这俩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有什么联系吗 就直接硬怼啊 硬跟你说 我这做的就是这个人 是吧 我刚才查了一下 这名队员呢 好像现在是效力于阿森纳 OK 还有一个小足球 哇塞 我们这几套拆下来 这小足球呢 真是不少啊 都可以当这个球队练习用的足球了 哇塞 一框一框的 凯哈福茨 可能也是因为我对这球员不太熟悉啊 铁杆球迷跟我说说 这个球员做的像吗 我觉得真是不太像 目前这三个人里边呢 可能就胡梅尔斯呢 看起来有点特征啊 比较像 他还没进入大名单 你说说 这位呢是尤利安布兰特 这签名怎么像中文呢 哎 96年生人 哇 也是很年轻的一名这个球员啊 可能也是因为我并不是一个什么铁杆球迷 我一般只是凑热闹 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呢 看球还比较多 这几年呢 真的基本上都不怎么看球了 所以说呢 对这些新生代的球员啊 真的是都不太了解 哎 这小人做的很像啊 你看 这头发都是黄色的是不是 这名球员呢 我查了一下 现在呢是效力于这个多特蒙德 在德加本地踢的一名球员 要不这样吧 我们现在来一个这个巴特曼欧洲杯大竞猜 我们来猜一下 以后给大家看到的这 Playmobile的小人 做的都是哪名球员啊 猜对五个以上有奖励 看看谁才是真正的铁杆球迷啊 OK 现在我们就开始啊 猜猜是谁 第一名球员 三 二 一 公布答案 加马尔 穆西亚拉 猜猜是谁 三 二 一 公布答案 尼克拉斯 菲尔克鲁格 也是一名在多特效力的球员 来 下一位 三 二 一 公布答案 罗宾 戈森斯 不是 这差距差别有点太大了吧 哇塞 这发型都对不上啊 我要是戈森斯看到自己做成这样 我天呢 真的是太无语了 得投诉他们去了 得报警了 得 这包装真的是 但是不太好撕啊 下一位 三 二 一 公布答案 这位是乔纳斯 霍夫曼 不知道大家看看 CS比赛 我怎么觉得这名球员坐 这么像这个G2的指挥 呼吸 也不知道呼吸 还能不能留在G2 有点扯远了 但你看这俩人坐的 真的是 太不像了 而且霍夫曼这脑袋 怎么还松松垮垮的 你看别人这脑袋 是吧 还挺紧的 霍夫曼这脑袋 逛逛当当的 来猜猜这是谁 三 二 一 公布答案 首先呢 这肯定不是哈利伯特里边罗恩啊 马迪亚斯 金特尔 脸上这小黑点 不是脏的 是一颗痣 你看包装上也有 我看了一下这球员照片 实际上呢 他右侧脸颊上呢 有一个猴子 好家伙了 估计球员都不愿意加这个细节 但是呢 估计摩比世界设计人员呢 看到这 哇塞 跟抓到救命稻草一样 终于有一个细节特征 可以加上去了 一定不能放过 下一位 三 二 一 公布答案 约书院 基米西 基米西好像挺有名的 拜人球员是吧 但是这头发是怎么回事 这头发 哇塞 这是怎么 怎么选的这个零件 我要是基米西 这 真得报警了吧 我天哪 这个鬼畜程度 我真的敢让我们之前介绍过 Playmobile出的火影那些小人了 这些小人仔做的都挺多 这小鹰 我不行 感觉这位应该比较好菜 特征也比较明显 三 二 一 没错 就安东尼奥 鲁迪格 或者现在这个德国队的人种也越来越杂了 也是越来越黑了 还有以前的什么小猪啊 施维因施太阁都已经退役了 哇塞 真的是 我熟悉那批球员都已经换过一波了 说着 这大胡子 猜这是谁 三 二 一 没错 京多安 小鲁鱼巴萨 京多安这个跨关节感觉有点松啊 有点光荡 这两位就不给大家猜了 我天哪 你们真的不是双胞胎吗 你看这长相 发型都一模一样 就是发色不一样 然后一个没剃胡子 一个剃了胡子 这座有点太偷懒了 你别说这俩全员编号也连着的 一个15号 一个16号 然后这俩人长得 你说也就 还有那么一点点像吧 也就还有那么一点点像 一个是俊勒 一个是维尔茨 这俩真是葫芦兄弟 最后一位德国队门将 特尔什特根 终于是有一名 印刷不一样的球员了 那守门员 这德尔什特根 又用的是这个奇葩的发型啊 跟Kimishi这发型的也如出一辙 这两个人过得在同一名 Tony那里头发 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 守门员和普通球员 这球衣也不一样的 我觉得还是守门员 这球衣设计的好看 差点还忘了一个 Sane 你把它拆出来 还行啊 你别说 这个小儿做的还挺像的 这爆炸头 看着还挺有辨识度的 忘了问了 刚才怎么样 有没有猜对超过5个以上的 如果有的话 奖励你们 给我这期视频 一键三连 好不好 现如今像我这样 这么重粉的up主 真是不多了 现在我们一共是有 246 8 10 12 14 16 16个人都齐了 但是还没完 还没完啊 同时还有一套 双人套装 带球门双人套装 可以换购 这一套光换购价格 就12欧元 我记得也不便宜啊 这套里边呢 除了球门 5个足球 还有这个1号 没错 小心啊 诺伊尔 哇塞 终于又有一名 我认识球员了 然后还有这维尔纳 应该是德国队的前锋啊 哇塞 里边东西还不少 有这球门 然后呢 诺伊尔 球员 这诺伊尔 做的也是 怎么说呢 感觉跟诺伊尔本人呢 也毫无瓜葛 这太不像了 这也 然后是维尔纳 这个小人做比较特殊啊 因为呢 他这个腿部 哎 有弹簧 而且是分开的 可以做出这个射门动作 把这球呢 踢出去 所以说这个小人呢 也是有一定的可玩性的 然后他这脚后跟这 还可以装一个射门连接件 把这维尔纳呢 安装在这底座上 OK 然后呢 他就可以做出这个射门动作了 得离这近一点 十环 对 另外说一下 这套里边给的足球 这种标准的20面体足球 跟我们这单独球员里 给的这个纯圆形的 这个圆润足球呢 还不一样 估计也为了比较好踢 然后我们可以把维尔纳 拿过来 射门 耶 这是进了还是没进 直接弹出来了 如果你想增大难度的话呢 还可以放这个 这套里边给的这张卡 把纸 OK 这样呢 你就往这个小洞里边射 调整好跟球的距离 然后呢 调整好这力度 321 射门 射门 耶 球进了 十环 哇塞 太厉害了 射门 耶 这射数也非常精湛 然后呢 我们再来踢一脚这个任意球 把这个人墙摆上 OK 来吧 维尔纳 你可以的 321 射门 但如果你要有两套的话呢 哎 你就可以这个 跟你家人对着踢了 是吧 这是我之前呢 给我儿子 为了给他玩 又换了一套 这球门 然后呢 我为了拍视频呢 又换了一套 一共两套 正好啊 两个球门都可以踢 321 双喜临门 不管怎么说 足球那是一大把了 哎呦 又掉了 哎呦 感觉真的可以组一个球队训练场景了 最后呢 哎 还有一个配套的这个 球员小人的收藏箱 可以换购 我也是都换过来了 哎 打开之后呢 里边还有这个 美名球员的这名字和位置 哎呦 然后原来是让这个小人啊 用手抓住这个小把手 就把它固定在里边了 有一说一啊 你把这所有球员 哎 全都装满了之后 看着到还挺有气势的 我这边上第一场比赛 德国队阵苏格兰的已经开踢了 目前呢 上半场德国队3比0领先 苏格兰队呢 还发起一个人 踢的感觉还是比较轻松 也祝今年德国队能取得好成绩吧 诺伊尔啊 穆勒啊 这些老人 真是踢一场少一场了 最后 德国这边麦当劳开心了圆餐 送的玩具 也是Playmobile的小动物啊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 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Batma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